据Clutch Points报道,休斯顿市长希尔维斯特特曼正计划涉与哈登日,以表达这座城市以及所有火箭球迷对火箭当家球星詹姆斯哈登的感激之情,可以说哈登对于火箭甚至是整个休斯顿城市都有非常大的贡献。 自从2012年从雷霆来到火箭,他突飞猛进的成长,包括莫雷和哈登本人在内,没人能想到他日后会成为联盟顶级巨星,连年入选选明星,三次成为MVP大热门,一次拿奖,两次帅队场入戏不决赛,虽然哈登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他曾经迷恋夜店,季后赛表现疲软,球场上总是碰瓷等等。 但是对于火箭来说,他就是球队21世纪最出色的球星,而且可以预见当哈登退役时火箭肯定会退役他的球衣,给他很隆重的退役仪式。 市长谈到哈登时非常开心,陈姆斯哈登是MVP,他在NBA联盟乃至整个国家都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但在休斯敦,我们还是要给他一个特殊认证,我想要在下赛季正式开始,前完成这项工作,届时我将会选定一个特殊的日子,来作为对詹姆斯哈勒的认证。 他一步一个脚印,逐渐成长为球场上的最有价值球员,但我想说的是,他不光是球场的MVP,同时也是社区的MVP。 这对于哈登来说绝对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能永久的享受一座城市为他的欢呼,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只有那些为球队富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留在球队很长时间的志心比如和笔柱雕像邓肯,陆维茨基等等。 相信哈登未来的生涯,也全部会贡献给火箭,值得一劫的是哈登会比杜兰特和护理先得到这份荣誉。 不出一万护理退役时也会享受勇士给他的同等的待遇,但杜兰特就难说了,因为他的生涯分为雷霆时期和勇士时期,如果勇士能三连挂,并且他此后也留在,那倒是有可能的。 只是雷霆几乎不可能,他们倒是确定了威斯布鲁克日,如今的哈登已经越来越像领袖了,有了更好的队友,夺冠的企图心也很强,据悉他已经约好队友,下周在巴哈马集训,可以在撒基开始前增进每个人之间的感情,加强交流,以便能更快的进入比赛状态,哈登加油火箭加油!